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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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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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時間入雅德、北韓和外國水拉 法國批評相關裁決 所謂的黨普政府保障美國國民安全 司法部也都認為裁決不正確 國民國支持的最令亞民主軍宣佈 已經延伸公佔的軍組組織 支持蘭國在當地的大本營拉卡 美國說當地出國九成土地已經修復 大陰有殘餘的武裝分子 當初期令民主軍繼續行動 進行虛擾發佈會 向中外記者介紹十九大的議程 記憶有關情況 或者說 中國共產黨與十九次全國代表會 是在全民建重新康社會決勝決戰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關鍵時期 召開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會 大會將回顧總結 黨的十八段以來 與習近平同志為革新的黨中央 團結帶領全黨全國各組人民 並任何策略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 歷史進程和達成經驗 但是 再生日 助理亞民主管國 全民幫助大當和國家事業發展 新要求和人民全民眾新企大 制定適應時代要求的行動動力和大眾方針 在建立全球上, 又开始宣布地略, 以靠保城镇安全。 当一切合同进行之后, 总之就会开始重新挨下。 预计居民在一至两个月后, 就可以重复解决。 美方的特殊队就说, 拜价移民主书记担任统战, 打击伊斯兰国区之后, 广泛征求了各方意见, 但估计当地有大约100名, 伊斯兰国区议业, 习近平总书记签计组织召开了六次的防备, 直接释取过发布的意见和见。 和这说, 党的19代还有一个重要任务, 就是对党章进行修改。 干嘛党的19代报告 确立的重大理论观点和重大战略思想协助大政。 所以党章充分体现党的18大约来, 以习近平统治为核心的大量, 提出的治国领政新领业新思想新政业, 至少一分是小孩, 必适应新形式新任务, 对党的事业和党的建设, 提出的新楼, 给他们会关键的生活和接触感动。 伊斯兰国2014年公子拉卡, 直冬今次月初, 广东代曼团举行全职会议, 会议和审美首席卢国主导的联冠职资支援, 令到医生的黄奈公等70名代表全部出席, 事事资金造成多次命运动创生, 跟巴士兼聪明明出轨, 环兴电视记者, 马兴锐, 任雪峰为副团长, 任雪峰, 坚任地书长, 会议传单来, 习近平总书记, 在党的十八届七中全会上, 关于中央政治局工作的报告, 和在第二次权力地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湖中华要求, 任东大党全职代表, 要认真公司墨持党的十八届七中全会精神, 尽聚理护, 以习近平同事为核心的, 和中央权威, 军政区处准柏克表示, 中国过去非议发生大约二十种恐袖, 但是今年已经有三十多人被删, 据说习近平总书记的时间极短, 至今为宽宝统议和有五十九度。 身体召开在起, 东高省出席党的十九大的代表, 为公共五年经济社会规定的发展, 取得的历史性恒就关心博物。 他们表示, 将认真理性质责, 国宿时代补托, 参考这次关键时期召开的关键会议。 公共广播电视台十九大大组记者长治分放等。 过去几天, 过去委员是党和国家的发展进程中, 这就是我个人的地方, 透过职业专业教育, 入职业, 我已经学到这一行的知识团队了。 对方, 我可以好把投入联组, 公共画展, 战上了新的历史性恒, 这些地方和主任共和主任的感受, 过程的专业分别, 你可以在港湖国研发挥所长。 专业知识, 这是你的未来。 在北京,外交部長曾經不回應,說找去哪一個入境是中國的主權, 又說香港事務尊屬中國內政,中方堅決反對任何外國政府、機構和個人的任行方式干涉中國內政。 代表們認為,中國正處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200年份代表合適合適合約200萬現金。 警員在來到當中的2007、20號案發酒店調查,翻查費用電視這段,又向留下的食證談論。 現場消息或明晨的消費,大約十多個外星男人闖入酒店結束了藥房, 特別訪問有兩個內地男人,損走適合幻影音和一部的收聽電話。 是很多地方,每個地方都有一種 香港的外國人已徒舊同不住 每個體驗,其家裡的社區等等 美國台線報將沒有任何國家列為匯論 匯論縮光,明如掣承聲 本餘時間會有詳細報道 所以孩子們就製作海埔,製作了明星片 也把他们的心愿制作在这些上面 还让我带了过来 十九大召开前夕 记者走訪北京街头 人们很乐意聊起过去我们的变化 对十九大的期待 对每一个人来说 就是咱们期待更好的中国 更美的未来 广东我们的时代 十九大报道主记者龙俊峰 当初北京的报道 小妈咪超开心啊 小妈咪 拜拜 郑小姐又有空我头额大霸 幸好有部员在院 郑居陪月一帮服务 他们的陪月员都是臭小专家 教识我很多臭皮的技巧 有关我安排好彩月餐单 我和老公的压力不错 白毛都懂得笑 服务还免了行政费 这些用他们的经验照顾服务 我只能听到你 你怎么对这个人 人家闭上了 你怎么 Mogg 我的人家闭上了 你怎么听到他们的 我都能听到你 是谈神以恒种 上海积金红包 才能理解他们的特性 考虑潜催会报 控制将对潜催风险 安全 常要赚上的钱 就算听了专门意见 你自己都有客人了解过点的 只是说钱 不是帮助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加加朋友的, 健康又開心 他很漂亮, 現在還沒什麼? 我們聽到打的中正式, 什麼計劃? 這是有關要事嗎? 這有什麼事? 開會文件, 都提醒了 我未上網到網友是有什麼事嗎? 我沒有, 今天過去打了五萬兩, 美國的樣子 我沒有提示, 我是掩蔽的 對人前提供聯絡的話和行程 就可以受到政府最新的開動令 今次, 遇到緊急的情況, 政府還在說我們, 幫助我們 到北京余大順對未來有更多的期盼 我根本正在驚訝和驚訝 現在, 一手樓只會用實用移植, 要搭面積等一價 開售七日前, 我有資料詳盡的售樓說明書 三日前, 有消送港牌和價單 全部資料, 不會成交紀錄, 到我在賣方法支出 今天出版的《人民進化》發表社會, 題目是 一手提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境界, 熱烈祝賀中國共產黨 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 順利說 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 是在全民進程小康社會決勝階段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關鍵時期, 召開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會 這次大會, 對決勝全面進程小康社會, 奪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 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人, 具有重大的政治意義, 理論意義, 實踐意義 發 реш能不能說太強了, 這個是真的, 更加強了, 也是你 食物非常非常療毒, 只有你看看看看, 議論在這個世界中下 一直都有做好多, 誰還願意你這個人拼命 vastly, 它的然後 嘗試去就是 對, 罵人類, 反正不會又讓開幕, 真正要 今次全国代表大会将于18号上午9点在人民币会谈判目 届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人民广播电台进行直播 全国各省级电视台、广播电台将同时转播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进行直播节目 无将任何国家列为币律操作过 有责任中国阻止人民币部罪贬值,改善两国贸易不平衡 政策总统当时曾经批评中国以货币贬值抢就名人的职位 孙青一上任就将中国列为汇率操作过 但特朗普走迹之后,泰国名义软化 例如当时已经转口红,说不会将中国列入汇率操作过 美国财政部在他出访中国等亚洲国家之前 发出他上任之后,在一份半年留主要某些伙伴汇率操作报告 在此没有将任何国家列为币的操作国 但就继续将中国、日本、南韩、德国和瑞士放在观察名单 报告对中国的态度比以往软化 删除敦促中国不要限制人民币升值的字眼 改为赞赏中国有采取行动,避免人民币无罪贬值 之后更加容许人民币对美元升值 有助改变和美国之间的贸易不平衡 虽然美元转弱,但以贸易加权回率计算 人民币在全球仍然变得更加有竞争力 报告也都提到中国对美国仍然不正常 饮入庞大的贸易敬余 关注在这方面一直没什么改善 又批评中国继续在多个范围推出政策 限制入口货物和服务 能够接触到市场的水平 美国财政部将台湾由观察名单剔除 赞赏台湾减少干预汇市 但是继续敦促当地增加干预汇市 和外汇储备的透明度 虽然印度不在观察名单 但是报告特别点名提到 当地外汇储备持续大增 截至6月底为止的一年 对美国的贸易凝余达到230亿美元 会密切监察印度的经济和汇率政策 美国每半年会发表一次 主要贸易伙伴汇率操作报告 如果认定有国家操纵汇率 就会用一年时间和对方讨论如何改善 如果没有结果 可能会有惩罚措施 无线电视记者网文天报导 英国上月通货膨胀率 是四年半以来最高 市场对英国下月加息预测升温 赞英文银行新任副行长 麦姆斯珍表明 不支持这个看法 英国通胀在上月升温 英国国家统议局公布 9月消费物价案不升幅 由8月份2.9% 扩大到3% 是2012年4月以来最大升幅 符合市场预期 靠除能源食品和烟酒价格的 核心通胀案年升2.7% 也是符合预期 英文银行行长加尼表示 在经济中 资产能减少 和有证据显示 国内通胀压力加大的情况下 货币政策委员会大部分成员 认为未来几个月内可能适宜加息 根据路透的调查 大部分受访经济师预期 英文银行下个月会加息 不过 英文银行新任副行长 拉姆斯珍就表明 拒逼不是支持未来几个月内 加息的其中一名决策官员 原因是 目前没有迹象检视 新筹跟随通胀上升 货币政策委员会新任成员 坦雷洛也都关注新筹状况 说假如路风市场通胀压力加大 可能会支持未来几个月内加息 但就没有准备在11月投票支持加息 他认为过早加息可能会是代价很高的错误 报线电视机者 尤家辉报导 美元对主要货币汇价普遍上升 美汇指数触及一星期以来的最高 市场揣测美国总统特朗普 倾向提名汇价积加息的人选 出任联邦处备局下任主席 加上美国两年期国债知识率 触及近9年以来最高 美元受支持 西班牙承认 加泰罗尼亚自治区政治危机带来影响 下调明年经济增长预测 欧元受影响 英文银行行长卡尼说 正是制定计划应对英国吉丹银脱欧 原来影响英镑下跌 看下美元取新汇价 日元1912.16 英镑1.3192 瑞士法郎0.9779 欧元1.177 加拿大元1.2504 欧元0.7846 港元7.808 港元汇价每8日元6.9596 欧元9.1892 英镑10.3003 瑞士法郎7.981 加拿大元6.2436 欧元6.1263 新西兰元5.6016 每8港元兑民币84.63 纽约股市个别发展 动员资贵平均指数再创新高 曾经升穿23,000点 是历尼第一次 收市升40点 报22,997点 标准普议500指数升1点 报2559点 医疗保险公司联合健康集团 医疗护理用品公司强增 规度盈利都是高过市场预期 导致受到支持连续第三个交易日上升 阻段跌8点之后反弹 上载尾段突破23,000点 创23,002点的记录升高升45点 期后升幅收窄 下载阻段从10升轨 以接近全日最高收市 再创收市升高 但未能重上23,000点 今年以来 道指已四次录得1,000点的进程 金融股高性同摩根士丹利 认利亦是高过预期 但同类股份未能够受惠 影响了大市的表现 不过标普500指数 每段收服失利 最后亦都是年升第三个交易日 再创收市升高 联合健康集团股价 曾经创纪录新高收市升5.5% 是升幅最大道指成分股 强深升3.4% 高成跌2.6% 是跌幅最大道指成分股 在科技股方面 串流影视网站Netflix跌近1.6% 纳士达指数上创新高后回软 收市扭转过去两日升势 暴6623点跌0.3点 无线电视记者 陆子旗报道 在美国买卖的港股与托政券 造价普遍低过本港收市价 汇丰控股收市接合76.7 比本港收市跌4.5先 中国移动79.1号2 跌3先 中国石油股份5.06先 升1先 中国海洋石油10.1号4 跌6先 中国石油化工5.8号3 升1先 腾讯控股352.8号8 跌1个9号2 中国人售24.1号1 跌1号4先 长黄100.7号3 跌7先 港交所2百结11.7号7 跌2号3先 联想集团4.49 跌2先 金价连跌2日 纽约期今跌穿 每安市1300美元 至一个几星期以来的最低 市场转差 美国联邦处备局下任主席职位 将会由货币政策立场 叫鹰派的人选择任 利膽金价 纽约期今 以每安市1286.2美元收市 在今个月9号以来最低 跌16.8美元 跌幅1.3% 是差不多4个星期以来最大 梁吞黄金卖出席 1286.600美元 接下来是许平摘叫 交给你一个内容文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提出大和解 部分泛民主派政黨議員應邀出席他的犯局 氣氛上算不差 但隨著建制派議員提出 今個星期開始修改立法會議事程序規則對付拉布 及立法會下個星期辯論高鐵西九龍總站實施一地兩檢 大和解將會面對嚴峻的考驗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提出處理青年三頁三政問題 政府自力三頁三政方向正確 政府和年輕人之間的政治紅溝雖然大 但不代表無法求同存異 政府需要給年輕人有機會參與制定青年政策 確保政策內容有他們的聲音 年輕人亦都應該積極參與 嘗試進入體制做實事展抱負 經濟日報寫評 施政報告未有樓市加納措施 防策亦都集中公營資助房屋 採取官網態度的購買力隨即釋放 樓市重現升勢 政府未加納 相信是因為近期升勢未介臨界點 樓市若果繼續升溫 政府勢難就手 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多雲 初時一冷陣雨 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 最高氣溫大約是28度 催旺換至清敬北至東北風 指望未來幾日天情乾燥 日夜溫差較大 接下來幾日的氣溫 會介乎在22至29度 東北季後風會在未來幾日 為我們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 但接近生活和下個星期初 日夜溫差會比較大 天氣乾燥 但接近生活和下個星期 頂部 copy 留意 十二 逆 大大大現在 摩擺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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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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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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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